第七百九十二章 仙界危机 略带一丝凉意的潭水 刚已接触墨无忌的肌肤 哪怕墨无忌还没有开始修炼 也顿觉浑身似乎轻松了一劫 他尝试着运转了一下炼体功法 那清凉的潭水竟然开始冲刷他的体内杂质 墨无忌心头狂喜 他没想到这水潭就是个宝物 水潭外面看起来和寻常水潭没有任何的区别 神念落在其上也察觉不到任何异常 可一进来 墨无忌就清晰地知道 这水潭绝对是淬炼肉身的最佳所在 而且这水潭也绝非是寻常水潭 如果在这水潭中冲刷几年 然后再去炼体 那效果绝对会更上一层楼 不过炼体之后再来水潭冲刷也是一样有效 它现在是身体七层的炼体实力 在这个地方一样能够冲刷出身体的杂质 可见这水潭中的水何其不凡 这头水梨果然会享受 居然找到了这样一个好去处 墨无忌怀疑这个水潭的逆天效果很多妖手都不知道 否则的话应该是纷争不断才是 不对 至少那头黑猿应该知道 不然黑猿跑来做什么 墨无忌正想着 自己是不是能将这水潭全部送到自己的不朽界 眼前就出现了一抹青涩 在这水潭底部正中间的地方居然有一棵果树 果树周围还有一个天然碧水发阵 这发阵将果树和周围的潭水完全地分开了 果树上结了七枚洁白如雪的鲜果 墨无忌落在这果树旁边 淡淡的香味顿时传过来 让墨无忌瞬间觉得精神一振 墨无忌走进碧水阵里 当他看清这是一株什么树的时候 他心中震撼不已 他已经明白了为什么黑猿要冲进来 而水梨却要拦住他 那黑猿不是要抢夺水潭 而是要抢夺这潭底的鲜果 墨无忌一个求品丹地 很清楚这是什么鲜果 这是一种无法定位等级的鲜果 叫做行道果 对妖兽来说 这是一种最顶级的鲜灵果 因为行道果可以让十级仙妖兽 直接化为人形道体 妖兽化形其实并不难 很多妖兽根本不需要跨入仙妖境界 在寻常九级之时便可成功化形 但这种化形对妖兽修炼并没有多大好处 行道果却不同 如果妖兽借助行道果化形 不但能化形彻底 而且还能和人族修士一样 拥有最适合感悟天地大道的形体 借助行道果化形的妖兽在修炼感悟和融合天地规则上不会比人修差 而且身体强度还原胜于人族修士 正因为如此 每一枚行道果对妖兽来说都是无上之宝 可行道果偏偏极为稀少 又很是难得 这里出现一处即将成熟的行道果树 上头还有七枚行道果 莫无忌就算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一旦行道果成熟之后 将会引来多少强大妖兽的际遇 行道果成熟后 那可是香味四溢 道运纵横 如果莫无忌没有不朽界的话 也许他会在这行道果外面不断布置各种隐匿法阵 将这行道果彻底隐匿起来 现在他有不朽界 他便毫不犹豫 将这株行道果转移到了自己的不朽界之中 他在没有跨入先帝之前 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在行道果的天然护镇边缘 还有一条青石通道 青石通道两边也是被避水发生隔开 莫无忌的神念足以扫到 这青石通道通到了一个并不是非常宽敞的洞府之中 洞府外头还有些简陋的巨灵阵 这让莫无忌很是鄙视 显然那个水梨对阵道并不精通 莫无忌进入洞府 第一时间便将外面的巨灵阵换了 同时再布置了几道护阵和困沙阵 然后才取出了五枚戒指 一枚戒指是水梨的 另外四枚则都来自神族的强者 水梨的戒指里堆满了各色的顶级矿石 和仙灵草 清晶倒是不多 但是那些仙灵草 无论是等级还是橙色 都比莫无忌在天外天方式获得的 要好得太多了 他甚至还在水梨的戒指中 找到了一枚地道果 这可是顶级的仙品道果 至于材料 除了一堆九极仙材之外 莫无忌还找到了几种 他根本不认识的材料 光从材料上的道运来看 莫无忌便知道这东西肯定不差 神族那三名先帝的戒指里 莫无忌一共找到了一百万左右的清晶 至于材料和仙灵草都被莫无忌整理起来 放在了一起 最让莫无忌欣喜的是 那名被他用神念建议干掉的神族道地戒指 清晶足足有三百万之多 再加上各种材料丹药功法 这枚戒指简直就是一个仓库 最让莫无忌激动的是 他在这枚戒指中找到了一块五行壤 五行壤绝对是无价之宝 这种土壤不但可以培育各种顶级仙灵草 最有价值的一点 那就是这种土壤可以炼制空间药田 或者是小世界 至于其余的法宝 莫无忌暂时还不想花时间去炼花 就是那对翅膀 莫无忌也没有去动 他有风盾术 对这翅膀的兴趣并不算大 如此多的收获 加上自己身上原先就有的清晶和修炼资源 莫无忌知道 他暂时不需要继续去寻找修炼资源了 这些东西就算是让他跨入先帝中期也应该是足够了 一堆堆的情景被莫无忌拿出来布置成了聚灵阵 先尊巅峰的实力对他来说也不过是勉强自保而已 现在他得罪了神族还有河西行修会 必须再次将自己的实力上升一层才行 对他来说 现在修炼至关重要 至于颜月容 莫无忌并不担心 颜月容的戒指里 他留下了很多的东西 连立先王丹都不少 颜月容肯定不会来到列须深处 他只要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闭关修炼即可 宇宙角最近愈发显得压抑起来 或者说对人族修士显得压抑起来 一年前莫无忌在宇宙角的论道台上 斩杀屋里毁了论道台 这还不算 他还杀了神族三名先帝 又让弥妃上会赔偿了数百万的清京 还在河西行修会嚣张地废掉了丽莎女 因为一年前 无论弥妃商会 河西行修会 还是神族的高手都不在那 加上宇宙角的疯狂不愿插手这些事情 结果莫无忌做了这些事情后 居然从容离开了宇宙角 神族之后去追杀了莫无忌 至于是不是追杀到了 神族并没有说 也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 在莫无忌大闹宇宙角事件一年之后 在神族主导下 宇宙角开始疯狂屠戮 不但如此 神族还开始调集大军 准备攻占人族在天外天宇宙唯一的存身之所 太上天宇宙先成 所有人都明白 神族少主屋里被莫无忌所杀 神族开始发飙了 至于宇宙角对神族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多话 那是因为还有弥妃商会的会主千一萨 河西行修会的强者安雪盛 支持神族灭掉人族 在宇宙角的所有人族修士纷纷撤离 一些走得慢些的紧接被杀 太上天宇宙先成 这里是人族在天外天宇宙唯一的生存所在 此刻太上天宇宙先成的城主府里一片宿景 几乎所有在天外天宇宙的人族强者 都集中到了城主府大殿之中 和之前不同的是 这次主持大会的不再是平离商 而是一名凤梅青年 这名青年周身的气息几乎完全隐秘 让人看不出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不过只要看看坐在他下手的平离商 便知此人是太上天的道地紫长洛 大殿中很是压抑 没有任何的声音 坐在大殿中的人全部都在等候之中 大约半煮箱之后 一名头发稀疏的中年仙尊 急步走了过来 对坐在上手的子昌洛 攻身失礼后说 到地在上 那莫无忌的买力现已查探清楚 此人来自永莹仙域 在永莹仙域 创建了一个平反仙门 那莫无忌和大剑道 雷宗 大好仙门 紧接有仇 平反仙门之前灭掉过大剑道 而且平反仙门所处的位置 似乎是一个仙灵脉的所在地 仙灵气非常之浓郁 平反仙门 紫昌洛重复了一句 这仙门他听说过 听说仙门门主莫无忌 崛起得非常之快 而且还是一个八品丹地 当时他也没有在意 一个八品丹地 在他的眼中并不算什么 一边的禁语知道 他必须要说话了 他心里也是暗自震惊 没想到莫无忌 会成长到这样的地步 三名先帝在论倒台围杀 都没能干掉他 还听说乌旺亲自追杀莫无忌 一事无果 看样子 当初他去天外天走廊 寻找莫无忌 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这可见莫无忌身上的好东西 绝对不少 只可惜现在事情越闹越大 已经轮不到他进家吃毒食了 到底在上 这莫无忌 我倒是也听说过 平凡先门有一名大先帝 寻常先帝也有几个 在先界 平凡先门的实力 的确算是顶级 只是没想到此人胆大包天 为人族惹下如此祸患 我愿意情应 带人去将平凡先门先行灭掉 禁语走出来抱拳说 莫无忌身上如此多的好东西 又抢夺了禁语人的混沌活目精 他进家无论如何 也要去弄些利息 紫昌落却是一白首 平凡先门肯定要灭 但现在神族大军 即将攻击我太上天宇宙先程 那件事情暂且压后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捏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孝凡人下一集 不孝凡人下一集 不吴我太帅了 不孝凡人下一集 不孝凡人 来说